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继续讲 《入菩萨行闻》 今天所讲的内容 就是讲忏悔痣 在忏悔痣当中 讲了四种对治理 四种对治理里面 第三个对治理当中讲精进 精进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讲第一个 也就是说 迅速精进 《寻术精进》 也是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宿命不可靠 已经讲完了 今天讲的宿用不可靠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 曾经也是享受过 许许多多的一些收拥 但是现在除了自己意识的对境以外 就是在意识当中 有一种意念的对境 除了这个经历以外 我现在得到什么样 什么样都没有 所谓的收拥都没有 可是我为了这些收拥 确实贪恋这些收拥 略略地已经违反了 上师和佛陀的教言 实在实在是不应利的 但愿以后再也不要就范 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道理应该说 比较简单 不管是我们 存在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众生 他的经历是相当漫长的 并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个劫 两个劫 只要我们学习大乘佛法 完全明白众生的来源 的确是 无始以来到这里来的 那么在无始以来的 经历的过程当中 作为我们每一个众生来讲 曾经肯定有享受过 无与伦比的一些快乐 受拥 当然根据一些佛经的 教证来宣讲的话 那么我们曾经也会在天界当中 受到过无比的快乐 然后在人间也变成过 转能王或者一些大国王 都已经变成过 以前《无不光尊者》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在座的众生 在三界的诸尊也当过千百次 但是受持袈裟的出家人的身份 唯一的一次 所以专门宣讲了 出家是极为难得 我们当在家的时候 包括地狮田 梵田 在天界的这种安乐 也无数次享受过 在世间当中也是 我们也每一个人来讲 只不过今生当中 变成这样 实际上也变成个国王 大臣 以及世间的美女 世间上各种各样的众生 也是当过的 在这个时候 外面的财产 什么样都品尝过 什么样都享受过 这种经历 只要你相信大慈大悲 佛陀的教言 每一个人 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 可是到现在看来 这些受用 这些所有的愚妙 对我们众生来讲 现在有什么样的 这个可靠之处 什么样的 也没有的 有些我们能回忆得起 能回忆得起 有些根本连回忆都不能回忆了 自己不知道感受过 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对境 不说我们无始以来 包括我们今生当中 也可能享受过 很多很多的快乐 待遇 名声 这些都已经拥有过 可是现在看来 好像跟昨天晚上的梦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藏地有一种俗话叫做 吃肉的人和喝汤的人 到了山顶上都是一样的 意思是什么呢 一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喝了一碗汤 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人吃得很好的肉 但不管怎么样 你到了山顶之前 都能起一点作用 到了山顶上的时候 吃汤的人 喝汤的人也好 吃素的人 都好像在同他的身份上 比不上的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这样的 有些你的人生旅途当中 可能感受过 无数的折磨 痛苦 灾难等等 有些你的人生经历当中 全部是一帆风顺 过得相当的快乐 但是你到了现在的时候 你们两个之间可能 以前稍微富裕一点的 也许这几天脸色好一点而已 其他的人脸色不太好而已 实际上现在 你们两个的对境来讲 确实是没有 我原来遇到一个两兄弟 一个是公司的老板 他非常有钱 另一个一点都没有钱 有时候看起来 我们的业力 虽然是一个父母的孩子 但是在前世的业力不同 一个是非常有钱 一个是非常贫穷 但实际上听说一个在一个月当中 他的开销非常大 另一个人在一个月当中 基本上他的生活 也是很难维持的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脸色 好像有钱的人的脸色不太好 有一种好像很苦闷 或者有一种憔悴的感觉 另一个人还精神饱满 很不错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以前所感受过的这些经历 对现在来讲 可以说是你的一种经历而已 这样一来有些时候 根本想都想不起 以前感受过什么 有些时候可能能想起一点点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他们有些拿了一些花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看了这几个花以后 大概可能我十几岁的时候 在山上放牦牛的时候 我经常应该说 这些花是在我山上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经常有时候 堕在树里面 有时候比较开心的时候 经常 我刚才也问了一下 还是好像我已经到了童年的感觉 每一个人我觉得是这样的 有些好像依靠 以前自己所感受过的 一些对境 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智慧品里面 所讲的那样 虽然有比较清楚的一些怀疑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 应该说生活是比较苦的 但如果我那个时候 生活是非常快乐 到我现在 我今天的感觉来讲 的确是跟昨天的梦 没有什么差别的 就是那个时候再怎么样快乐 也是现在我好像没有什么的 那个时候再怎么样痛苦 现在也我没有什么的 但我希望在那个时候 千万不要造恶业 如果在那个时候 我造了恶业的话 这个恶业随时都已经等待着我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 对我现在来讲 已经得到了什么 留下了什么 可以这样想啊 我以前享受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呢 当时我应该说是特别执著 无光正在 虚幻修习当中也有 心心修习里面也有 昨天以前的事情 跟昨日的梦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今天所感受的一切经历 跟现在在做梦没有什么差别 明天以后的一切经历 明晚上的梦没有什么差别 在许多教言当中 应该有这样的窍诀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对生活 对自己的 尤其是作为在家人的话 的确是对钱财 对感情 对自己的亲友 特别特别地执著 好像真正觉得 这些事已经存在 当然从梦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梦也是对 做梦的人来讲是实有的 但从心觉者的角度来讲 《入中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全是空空的 全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特别地执著 因为我们以前 特别地去执著我的受用 按照无诸菩萨的科判 这里主要的对境是讲的受用 我以前特别特别地 贪念这些受用 正因为贪念这些受用以后 我就不断地已经违背了 许许多多上师的教言 因为我自己特别对贪财 这样我为了挣钱 为了发财 始终都是把上师的教言和佛陀 告诉我们的这些教言 全部抛之老后 全部没有如理如指地修持 没有好好地修持 因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一方面 以前自己对生活 前一段时间有个人给我这样讲的 说以前他对自己所有的财产 这些都是特别特别地去执著 然后现在 看到大乘佛法以后 的确觉得是在做梦一样 并不是那么很执著 我觉得如果有了这样的感觉 说明佛法融入他的心 应该说是融入他的心 以前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 应该对任何一个东西 还是一直胆着着 念念不忘 一直超视梦想 一直想着 但现在通过大乘佛法的教育以后 对任何东西 虽然心里面有痛苦 有烦恼 作为凡夫人来讲 得地以后才可以断掉的 这些习气 根本上断的话 有点困难 但是以前那样的执著 恐怕是没有的 就像我们春天吹风的时候 虽然有吹风冬摇的感觉 但是不像冬天 吹得那样厉害 因此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第一个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没有如理如此地修习 已经违背了上师的教言 那么现在 我们一定要堪破禁止 没有这样的话 一切受用没有意义 佛陀在《教王经》当中对这个问题 也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层当中 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些财产 大多数都自己的儿女等等 后人用的 有些对怨敌等等 别人用的 前一段时间我也讲了 朝鲜有一个现代有限公司 他们后来的家产 包括他的儿子等等 出现怎么样的纠纷 有些最后跳入自杀 有些他原来根本没有 所想的这些人一直在享用 因此任何一个人来讲 对财产 对受用 特别执著的话 的确是没有什么用的 所谓的财产 你现在只有对它有这种享用权 而没有拥有权 这一点我觉得说得也是非常对的 还有《弗乃罗清闻经》 在这个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自身不应该贪着财产 即使你得到这些财产 应该舍弃 那么从现在开始 唯一求甚深的佛法 护持清净的戒律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应该这样做的 以前我们开启修行门飞的时候 谈恋财产方面的一些教证 教言也是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 应该对堪破世间应该用上 以前中东派和噶当派的教言当中 很多上师都是 所谓的教言全部归纳出来 堪破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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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很重要 如果我们每天都是对财产 对名声 对地位 相当相当地执著的话 有了执著 肯定有痛苦 有了痛苦 不会有平静 如果没有平静 那你的修行 根本不可能顺利地进行 所以大家空的时候 应该心静下来 我的上半身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已经静的 那我这样做的 到底是对我个人也好 对众生有利益 还是没有利益 如果没有利益 那么我的下半身 我以后的生活 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调整 这一点作为修行人来讲 至关重要 下面讲下一个颂词 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不要对亲友不可靠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慈善若虚实 亲友也若实 独行无定数 何须皆清数 他这里颂词上 是这样讲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受用是无常的 没有可靠的 不仅是受用不可靠的 而连自己存活当中的 今生的自己的生命 身体 也就是说 我现在生活的 方方面面的东西 全部也是最后 离开人间的时候要舍弃 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 全部要舍弃 只有自己孤独一人 前往中阴 就前往中阴 这个时候无有任何目标 而前往 所以我们现在 人活着的时候 为什么对世间的亲朋好友 特别地担着 结上亲密的关系 然后对怨恨的敌人 特意地嗔恨 愿意舍弃 为什么这样 结上出缘关系呢 不应该结这个缘 因此大家也应该清楚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天会死的 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 这一点作为一些 甘能派的教言来讲 也是人总有一天的 死的观想也很重要的 就是原来有一个道士 他在一个上师面前说 你给我讲一个窍诀 他说 我只有一个窍诀 就是 你也是 我也是 你也是 我也是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 我的上师也给我教这个 我给你也是讲了这个 后来那个人真正修 死亡无伤 后来已经获得成就 所以有信心 有时候我们听到 你也是 我也是 这么一个教言也能成就的 像银光大师 始终都是他的住室里面 他的房屋里面 有一个大大的狮子 我去年在上海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画家 给我写了一个狮子 我本来想挂在房子里面 有时候看了所谓的狮 好像不太舒服 然后又取下来了 我就觉得因为我家里面 有时候来一些世间人 来一些世间人 他们一看 这个人有问题 如果像银光大师那样 在参唐里 在清净的住室里 可能天天都是观想狮子 也都可以 我原来也是想学这样的 的确是意义很深的 应该自己也是 以后提醒自己 我终有一天要死 后来不到几天的时候 好像有各方面的一些违缘 不太方便 取下来了 实际上真的 我们每一个人死的时候 死的时候所有的 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好 名声也好 然后甚至跟自己一起的 所有的一切东西全部 我们现在有些人 好像随身带着的 什么东西都要带着 我那天看见一个人 他一个大大的宝里面 所有的证件 什么身份证 护照 还有户口本 皈依证 菩萨界的姐姐 工作证 还有什么 凡是有各种各样的 专门证件全部堆在一起 应该有个很大的宝里面 我说 你这个这么重 里面到底装的什么 他说 我的生命就在这里 后来他给我一个一个的看了 的确一个人或者 可能也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惯用的 但是我想你死的时候 这些证件全部就放在火里面 所谓的身份证 你认为是现在 不能离开的身体的 但是那个时候你拿身份证 跑到中阴法王那里去作证 这个恐怕是也用不上 虽然这些都是如幻如梦 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幻化当中 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 你乘飞机的时候 如果没有梦境的身份证 当时也不一定 能乘得上梦中的飞机 所以有时候它有一个 缓化的作用 但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根本不知道 它的后面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 这一点现在世间上 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 因此当我们死的时候 包括自己居身的身体 在那个时候 全部也要舍弃 一个人也要离开的 自己的父母也好 兄弟 子女等等 所有你的同事 同学 老师等等 世间上所有的这些人 全部也要放弃的 那么那个时候 你自己可以说是独行义人 孤独林林的 你是独行义人的 那个时候 随着你的是什么呢 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善恶之宝 如影随形 意思就是说 善和恶的这种报应 实际上跟着 你身体的影子一样 一切万般呆不足的 唯有业跟随着你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该执著的不执著 该执著的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恶业和善业 一定要执著 就是暂时你在没有离开轮回之前 善业对你来讲 生生世世的有利的 恶业对你来讲 生生世世不但无利 而且有害的 这一点是应该执著的 这是特别长远的 你真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身份证 只能管用一百年 你有生之年 但是你善和业的身份证 你就要用多少年啊 多少个劫啊 所以世间上有时候的确看了以后 就非常的愚昧 该执著的不执著 不该执著的取执著 所以我们现在 对亲朋好友特别的执著 就像《佛子心》里面 所讲的那样 对亲朋好友的贪心 如沸腾的水一样 极其朦胧 然后对怨恨的人 所产生的嗔恨心 也雄雄烈火一样 也极其的声望 这种心态 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所谓的亲友和所谓的这些怨敌 对我们来讲 暂时应该是有利有回的 实际上真的 你离开人间的时候 所谓的亲友对你有什么样的用呢 谁也帮不了 就像我们昨天前面所讲的一样 因此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 也不能特别地去 执著那些亲人 当然我们世间上 对亲人有亲人的感情 怨敌有怨敌的一些 保守之心 如果没有这样 认为这个人不讲义气 不讲义气 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你修得非常好 单知你的亲友也有什么用的 今天一个人给我请假 说 她的母亲特别惹记她 点击她 可不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给她说 不要去吧 她怎么样想你啊 你怎么样想她 也是总有一天会舍弃的 最主要的就是佛法 如果你佛法不舍弃的情况下 帮助她一点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们也是所谓的小声父母 但是你如果离开 我就比较担心你 这个人学佛的时间 也是一年多 时间不长 那这样在外面的 信心事事的诱惑力是特别强 你以后有没有回学院的机会啊 如果没有回学院的机会 你自己都可能没有把握 你的见解永远都是稳定的 不会有这个把握 所以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劝他们 在死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样得不得不得的 那个状况的确是 在死的时候 是一种可以说 七七参参的 这种充满了恐怖的 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必须要经过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 你看看有没有一种 心善的福德 如果没有的话 那自己在生生世世当中 感受多少个业报 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今天再次也是希望大家 这是你们每一个人 自己的事情 并不是我的事情 你们的解脱对我来讲 也还是可能有一点功德 但是不一定我马上得解脱 你们如果堕落 我不一定堕落 但是你们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说 对这个是不得不考虑的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 来世不受这些果报 就没有任何理由 你既然没有理由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 你要相信的话 你在实际行动当中 能不能尽量地行善断恶 这一点我觉得 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无知菩萨 在最后讲义当中也是讲了 贪执这些 真的没有任何事宜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亲人 特别特别地去执著 尤其是现在已经 世间上所谓的感情 这样好像没有这个人 他就活不下去一样 有些人为了这个人也杀害别人 也是没有任何困难和问题 所以对别人的 这种对嗅恨的执著和对亲人的执著 太过分了 特别地强烈 那么这样强烈的执著 如果我们换过来 在佛法方面有这么强烈的 信心和出离心 那么我们都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已经早已解脱了 因此我们在座的这些修行人 尤其是我们作为出家人 真的是对亲人和对远处 执著太深 那就可能不是个好事 有些出家人好像对自己的家人 还特别地执著 然后对怨恨的敌人也是有一种保处之心 那你这样的体光头 可能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就外想上是出家人 实际上内心还一点都没有出家人 当然作为在家人来讲 恐怕像出家人那样不一定能做得到 但整天都是对自己方面的人 经常赞叹 对他人方面的人没有什么过失 也是要诋毁他们 一提起他们的时候 自己觉得好像是很无赖 很苦闷 有这种感觉 有些人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说别人过失的时候 他特别特别地开心 说自己过失的时候 一句话就开始 从他的整个颜色全部都已经变完了 这样我觉得不太好 我们总有一天 肯定离开这个人间 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 你所造的这些善业和恶业 一点也是不会失好的 一点也是不会消失的 所做的这些功德 可以说是也不会消失的 因此在这方面不得不注意 这是讲的第三个问题 下面如何精进呢 也分两个 从心上面 意乐上面如何精进 从行为上如何精进 分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从发心的角度来讲 也怎么样精进呢 昨天前面所讲的那样 所谓的善和不善 应该从心里的善和不善为主 就像吴光尊哉在 心心修习当中也已经讲了 心里的三种不善业 也没有变法改变的 行为上如果有一些不善业 行善的时候 也有改变的一些机会 所以他这里颂词当中 是这样说的 不善深处苦 云和德突出 故我当一行 日夜四处苦 我们世间当中 所造的不善业 实际上是产生一切轮回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 心苦 边苦 哀别离苦 还有生老死病的痛苦等等 许许多多的这些痛苦 依靠不善业而产生的 哪怕世间上 任何一个不悦意的东西 我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出现热风 这也是通过 不善业而产生的 如果天气特别软的时候 吹寒风也是不善业而造成的 凡是我们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不快乐的东西 全部是不善业而产生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何人造善业 逼人得安乐 何人造恶业 逼人得快乐 这是我们以前 也是给大家讲过 任何一个人 他如果造了善业 他的果报 必定是快乐的 这是因果关系 我们所谓的中寡的寡 中毒的毒 也就是说 自己相续相同的过失 一定会是这样的 有些人这样认为 那为什么我造善业 获得快乐 这一点是自然规律 为什么我们种小刀子 然后产生刀业 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 这是我们以前讲的 四种真理当中 也已经提及过 大家应该会相信的 那么一切不善业当中 产生痛苦 我们作为有些人来讲 无始以来都 造过很多的恶业 那么这样的恶业当中 什么时候获得解脱啊 就是造的恶业当中 也是什么时候解脱 以前所造的恶业 现在所感受的痛苦 三界轮回的这些痛苦当中 也是什么时候解脱 自己对自己 应该经常自言自语 或者自己反反复复地 审查自己 我无始以来都是 造过这么多的罪业 那我什么时候 才能获得解脱啊 反反复复地这样想 鼓我当一心 所以我们自己 一心一意地 转心智智地 日日夜夜当中 应该非情往事的心 修持忏悔法 修持菩提心 没有这样的修持的话 那么我们无始以来 所造的罪业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现在不一定要 马上获得解脱的 如果我首先在相续当中 有了一个因果正见 以前《宗观宝门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无见堕恶趣 有见深善趣 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世间的因果正见 那众生必定会 堕入恶趣的 如果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有了世间的正见 什么叫做世间正见呢 三宝有加持 本尊有力量 有前世后世 有业因果等等 这些如果你要相信 这叫做世间正见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真的有了世间正见 那这个人必定会 转生到恶趣当中去 所以这样的因果正见 的确也是相当重要 有了因果正见 它会好好地成为 就像我们历史上的米拉日巴尊哉 也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造恋 也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造了很多恶业 后来他有一个因果正见 最后就认为自己 肯定是堕入恶趣的 最后到善定里面去 开始进行修持 而获得成就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每一个人来讲是 确实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这样的因果正见 那一定会获得解脱的 有解脱的希望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不是这个行为上 应该从内心当中 要有一个忏悔的心 要有一个解脱的心 这种心情应该很急迫 很强烈 就不要 好像再过一段时间 明年 后年不要这样的 日日夜夜的 你听到佛法以后 就马上就行动 而且自己对自己 不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借口 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 自己认认真真地去闻思 修行 那这样实际上我们 人身虽然断着 但是也有修行的时间 以前有蒋娃娃根西 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睡觉 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一直静静地观人身难得 后来钟顿爸爸他的上师说 弟子啊你可能这样 晚上都不睡觉 这样可能你的死到不一定是调和 而且你会生病的 你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不要天天地工作 不要天天地修行 他的上师都劝他 后来他说 我一想到这个人身难得 没有想睡觉的念头 不想睡觉 不像我们这里一样 睡得特别香 第一个脑中旁边香了 也是醒不过来 这边一个脑中香了 也是醒不过来 最后醒过来的时候 眼光都已经照射到你的枕头上 然后自己特别地后悔 啊 完蛋了 完蛋了 今天又睡下去了 然后起来 开始把脑中 扔在垃圾桶里面 对这样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经常 好像对于装恶趣的恐惧感 也是没有的 然后自己所作的罪业 有一种惭愧之心 也是没有的 再没有这样的话 肯定每天都睡得特别香 就无所谓的 不管怎么样 反正只要我在这个社会当中 能吃一碗饭就可以 有些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有些人还是有一种破解的心心 有些人完全都是 反正可以了 现在我又吃的了 我又穿的了 就可以了 我们有些出家人 不像以前社会上那样 什么感情 家庭 好多好多的压力 现在还可以 反正有一碗饭吃就可以 睡得特别香 其实这样的生活态度也不太好 应该我们要想 讲俄法学习 但是一点不睡觉 可能以现在一些医学的角度来讲 是不行的 应该少睡一点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可以 当时他一辈子当中念了 旧一遍不懂佛的心咒 所以我们有些人 虽然发愿一一金刚萨埵心咒 是这个心咒 那个心咒 发愿得比较多 以前我们讲《若菩萨行论》的时候 当时也是上师如意宝 在课堂上一讲 后来有好多人 当时也好像有 当时我们的班里面 有七百多人还是什么 都已经发愿了一一遍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也念了多少 因为我们很多人 在心里面的这种生世念头 不是特别的强 如果没有这种作用 恐怕实际行动当中 也是不应该 不一定特别精进 总的来讲 大家对学习 对修行不要一冷一热 今天开心的时候 好好地 北极部论典啊 我北极部论典很好 明天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好像中观人在这边 因明人在这边 假心放在这边 这样说下去 也是什么样的态度 然后明天一想起过来 好像这个人又变成另一个人 我要精进啊 全部要背诵啊 全部要修行啊 也特别精进 每天都是这样 换来换去 可能也不是个好的 应该对自己的闻思修行方面 有个比较嗤之意恨的 就是不松不敬的 长期的一个打算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有些闻思人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精进 好像有时候 我们都不相信啊 这个人到底真的是 糊涂思维 还是糊涂护味 是有时候我就看不出来 后来就慢慢慢慢 就变成另一种人 所以每一个人 可能缘分也不同 刚开始的时候 也听到一些话以后 马上起作用 总的来讲 所谓的学习佛法 并不是好像我们吃一顿饭 或者做一件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 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这一点就相当重要 下面我们接着下一个颂词 讲《加行的精进》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这些人是愚昧无知 已经造了不少的 杀生 邪淫等等一些自性罪业 同时也做了一些 比如说下午吃饭 或者你受劫的时候 特意犯了很多很多的佛制罪 总的来讲 所有的这些罪业 都可以包括在 自性罪和佛制罪当中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什么叫做自性罪呢 所谓的自性罪是 任何一个众生做了这件事情 实际上就变成罪业的 比如说我们杀生 故意杀生是 不管在家人 出家人 受过戒律的 没有受过戒律的 包括牦牛在内的众生 所有的旁生等等 他们凡是做了这件事情 都会有一种罪业 他的阿腊耶上面 染上罪过 这叫做自性罪 也叫做本性罪 那么什么叫做佛制罪呢 所谓的佛制罪呢 就是佛陀为了 印证各种各样众生的根机 然后就规定了 一些系列的戒条 就是别解脱戒 菩萨戒 密乘戒等等 这些戒条 如果我们受了戒 在上师和眼力的对境面前 已经承诺了 承诺以后如果就犯了 就会变成罪 这叫做所谓的佛制罪 当然这个罪业 有些是 有可能四种情况吧 记得既是成佛制罪 又是成自性罪 那这样的 就像比丘杀牦牛 比丘杀牦牛的话 也成了自性罪 也成了佛制罪 也成了自性罪 不是佛制罪的 没有受过戒律的人 杀害众生 这叫做是成了自性罪 但是他不成佛制罪 然后只成佛制罪 不成自性罪的 就像比丘 比丘里的戒条 比如说戒住火 或者下午吃饭等等 这些作为受过戒律的人 将会犯戒的 但是没有受过戒律的人 不会犯戒的 所以单独的一种佛制罪 或者你受过居士戒 八观灾戒的时候 你没有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开始吃饭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佛制罪 也不是佛制罪 也不是自性罪的 那么我们平时吃饭 各种各样的行为 实际上也不成为佛制罪 也不成为自性罪 可能有四种情况 当然所谓的佛制罪和 自性罪方面 在戒律当中 戒律当中也有很多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喝酒 像声闻部当中 声闻居士派的有些论师 认为他是佛制罪 然后戒律派的有些论师 认为他是自性罪 就是自性罪 有这种说法的 还有功德广尊者 释迦广尊者也认为是佛制罪 但是这个密意怎么样结合呢 实际上应该是佛制罪 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已经讲了 讲了以后 专门针对 比如说出家人 受戒的人 是这样讲的 但是间接成了自性罪 所以佛陀是这样告诉的 有些论师也这样认为 当然这个是我们以前 戒律的大海广述当中 有广述 我在这里也不阐述 那么有些人认为 如果佛陀没有制定罪业之前 这些事情都不会罪犯 如果佛陀制定完了以后 才有了过失 那这样佛陀是不是 罪业的组成者 或者是成了罪业的因啊 因为他没有规定 不会有过失 这个在萨迦班智达的 《变三戒论》当中是有回答的 比如说农民 他开辟一个田地 然后种上庄稼 到了夏天的时候起冰雹 然后毁坏所有的庄稼 但是那个时候所谓的农民 会不会变成庄稼社会者 根本不会承认 虽然农民为了利益自他 他开辟了一个田地 但因为他做了这样的田地以后 最后毁坏也是 对他来讲是不会成为的 因此佛陀为什么规定 这是有密意的 应该这样的 见解对众生是有利的 虽然有过失 但是过失的作者 不是所谓的佛陀 比如说一个国家 他制定一些法律 没有制定法律之前 人们做这件事情 也是不会受惩罚的 如果你制定了以后 惩罚它的时候 那么刚才制定者有没有过失呢 肯定不会有过失的 因为它的目的 让大家行持善法 就是它的必要性 远远已经超过了它的过失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作为我的话 我就制定一个纪律 那么没有制定之前 人们做了这件事情是不会犯罪的 我制定完了以后 别人如果违反了这个条约 会犯罪的 但是罪的作者是不是我呢 一方面讲可以说作者是我 但是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呢 我不会有过失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样实际上 对你的行为是有利的 因此最重的角度来讲 不会有过失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我想在戒律当中 也是有详细的辩论 可能刚刚听过有些 这方面教言的人觉得 到底是这么一回事 可能有这种想法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应该所缠的罪业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所尽六种罪业当中 所尽的六门当中 自信罪和佛制罪 所有的罪业 可以包括在这个当中 但是我们在座的人 犯过没有这些罪业 应该说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也是犯过不少的 而且自己能议得起来 自己不能会议得起来的 有许许多多的已经犯过 应该值得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 那么怎么样忏悔呢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合掌护诸前 以为罪苦行 再三离诸佛缠除一切罪 那么忏悔的方式 是应该这样的 在所有的十方诸佛 包括自己的传承根本上师 全部引起在 自己前面的虚空当中 作为我们所依对之力 所皈依的对境 在他们面前 自己身体应该 共共兢兢地 五体土地 双手合掌 以莲花带放的双手合掌 然后心里面有特别强烈的 一种惭愧和愧疚之心 就是有罪毁之心 从语言上 也要念诵这个偈颂 我们平时 有些人在念诵的时候 在一些其他的 上师面前也好 或者诸佛菩萨面前 应该念一些自信 这样的忏悔文 以微信 应该有一种恐怖的信 什么样的恐怖信呢 我如果没有好好忏悔 那的确是我的生命 什么时候终结 也很难说的 一旦我的生命终结的时候 因为我所有的罪业 还没有得以清净 在那个时候 我死了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那我肯定只有 堕入而去的一条路 所以有一种特别可怕的信 我看我们有些老乡 真的看见一些上师 看见一些大德的时候 在他面前哭 以前我造过什么什么的罪业 现在能不能忏悔的情境 真的心里面 一看都是有罪悔之心 有了这个心 当然会有忏悔的情境 有些人 好像我造是造得很多的 我业力非常深重 但从态度上不能剥热 好像也无所谓的感觉 那么这种态度 不一定忏悔的情境 因此应该以特别可怕的心情 再三地在佛陀面前顶礼 尤其是我们忏悔的时候 修五十万加薪 通过顶礼 通过念百字明 积累满茶楼 用通过这种方式来忏悔 当然是最殊胜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这些道友 以前修过五加薪的人就不说了 以前没有修过五加薪的话 你们可能有一定的时间 一定要修 自己十万个大徒 百字明十万 这些都是我觉得 应该要修 有些人认为给我快一点 安排一点修的东西 安排一点学的东西 不然我时间空得不得了 通过各种途径来吹我 说你给我应该安排一个学习 安排一个修的东西 我现在什么修的都没有 现在什么学的都没有 我觉得学的应该是多的 修的应该是很多的 你不要特别着急 你想一想 你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 是什么样的 包括你今生不信佛教的时候 也不要说别的 你在产品里面吃的这些东西 都是大概有多少数量啊 所以我看我们每一个人 的确是有造了很多恶业 那你现在每天 都是自己安排一定的时间 念百字明 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讲 《大圆满前行》的时候 百字明的功德是那么大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公安局的人 他在上看《大圆满前行》 啊 百字明的功德这么大 我造了很多的业啊 他每天都是这样 非常非常精进地念 外面如果出现一些人的时候 有点害怕 把念珠 慢慢地藏下去 我觉得 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应该好好地忏悔 真的忏悔是很重要的 在佛陀面前再三地磕大脱 还有残除自相续当中的一切罪业 比如说佛陀在《无尽智慧经》 《无尽智慧经》里面说 我们所谓的忏悔 实际上是积累资粮的一种方便方法 还在律藏当中也说了 我们现在所谓的忏悔 忏悔完了以后 自相续当中的罪业减少 然后功德越来越增上 以前上师如意宝的《中严行之明典》 里面也是讲了 如果我们相续如来藏的明镜 被两种障碍的灰尘 就是已经遮障的话 那么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种影响 不能现前的 因此我们相信 没有忏悔得以清净的话 那么修什么法 都是不一定马上受得感应 不一定马上有成就的这种影响 所以有些人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好像什么感应都得不到 就是怨天有人 上师坏得很 我修了很长时间 一直感觉都是没有 佛法坏得很 有些是刚学佛的 有些嗔恨心和邪见比较重的 有些人一直是 怪这个 怪那个 从来不怪自己 自己那么坏 无始以来造得那么多的罪业 但从来不反观自己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过失 不要堆在外境上 应该堆在自身上 自身上所有的这些过失 通过百字明 通过金刚萨埵 以前《学集论》当中也讲了 我们忏悔的时候 比如说观想通行 还有念诵咒语 诵经典等等 这些都是一种忏悔方法 因此我们念什么样的 不管你念金刚经 念什么样的细节等等 在这个时候经常想起 自己所造的这些罪业 然后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 如果这样真的非常好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 跟我说 我早上半个小时 实在是灌不起来 我可不可以 一直念金刚萨埵心中 我说很好 这就是修行 因为你在半个小时当中 实在灌不起来 你自己的罪业 金刚萨埵 这些应该基本上可以灌 在金刚萨埵为主的 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我应该诚心诚意地忏悔 我无时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 然后你一边念诵的话 你半个小时当中 也算是一种修行 我们所谓的修行 不一定非要闭着眼睛 一直安住在你的 无分别念的境界当中 也没有这个要求 只要把所学的法 不要用在口头上 全部用在口头上 那到时候真的你 不管是来世也好 今世也好 中萨的时候 遇到这些恐怖的时候 不管用了 如果你对心上有一点点串习 那么串习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短暂的时间当中有一种串习 也是它的力量相当强大的 因此我们也非常希望 大家在学了这样的佛法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 赞善地忏悔自己 无始以来所造的 各种各样的罪业 这一点极为重要 下面我们讲的罪 返回对治力 死对治力当中是 最后一个返回对治力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诸佛其宽恕 往昔所造罪 持极非善心 而何事不畏 意思就是说 在所有的世间当时 诸佛菩萨面前 我恭恭敬敬地祈求 祈求你们宽恕我 往昔所造的一切罪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以前所造的这些罪 确确实实不是个好事 不是好的一件事情 应该在你们面前 值得先忏悔 得以清净 先忏悔完了以后 我以后 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了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我发誓言 再也不造这样的恶业 如果这样发自 内心的一种决心 我们相续当中的罪业 应该会得以清净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讲 这些窍诀的时候也讲过 我们忏悔的时候 第一个你必须要搞清楚 法路忏悔 所谓的法路 你所造的这些罪业 不应该隐藏起来 应该在该所的对境 像你的上师也好 菩萨也好 佛面前 自己就把他法路 然后一心一意地忏悔 忏悔的时候 你要有两种 一个是后悔之心 还有一个呢 以后不再造作 有了这两个心 你造的什么样的罪业 也应该会得以清净的 以前佛陀在《清光明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前劫所造无边罪 一次作禅也清净 就是一次的忏悔 也得以清净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千个劫当中 所造的这些罪业 通过一次的忏悔 也会得以清净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 有智慧的人 真的以前他会造 但是造恶业以后 后来还是也会忏悔的 原来我们家乡 有一个旁旁的领导 当时在文革和解放的时候 他造的罪业是 谁都无法想象的 别人都说 哎 这个人真的可能是恶魔 可能是恶魔 他有时候摧毁佛塔 有时候烧坏经典 有时候他开始 批读出家人等等 我不做的 在那个时候发疯了一样 有一次当时我们在 好像在七几年 七几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读中学 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印度的上师 来一个印度的上师以后 好像他就去拜见他 我们当时感觉是 特别的习气 我们说 哎 那个人都是见上师去了 到底是怎么样啊 当时我们好多同学 各个地方去观察 到底在他什么 然后他在那个上师面前 一直在哭 他在承受自己的 以前所造过的这些罪业 后来好像在几十年当中 又要造转经论 又要造佛塔 又要造经所 好像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 因为这个人的智慧和能力 还是很不错的 后来人们好像刚开始的时候 根本不相信 原来他一直拼命地毁坏这些 后来他又要看见 僧众的时候布施 听说白天晚上都是不休息 也不睡觉 一直念忏悔等等等等 但后来可能前几年 都已经离开了 有时候我想有些人 造恶业的时候也很厉害 但最后忏悔的时候 跟其他人是不相的 有一种人好像 造恶业也是不能造什么的 造善业也是不造什么的 每天都是软绵绵的 好像迷迷糊糊的 也有这么一种人 但是到底是哪一个人好 还是我们也不好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以前造的这些罪业 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好好地忏悔 以前佛陀在《《地藏十论经》》 《地藏十论经》当中也已经讲了 所谓的两种人没有罪犯 那两种人 一种人是根本不造恶业的 这种人也是非常清净的 还有一种人虽然造了 但是有忏悔之心 也有忏愧之心 有法禄之心 那么这两种人可以叫做 通奸得清净者 所以意思就是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要么从来没有犯罪的人 也是树立佛创的人 也是受持佛教的人 还有一种人 他虽然造了恶业 但是以后会好好地忏悔 这个人实际上是 摧毁磨创者 因此这两种人都应该说 是行持佛法的人当中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心里面都是这样想 以前的确是 可能自己造过一些罪业 那么这些罪业 现在有了殊胜的这些善知识 各种因缘 有这个因缘 有了这个因缘的时候 我一定要一心一意地忏悔 光说口头上忏悔 法禄 这样还不行的 真的内心当中 比如说以前我特别喜欢喝酒 整天都是依靠饮酒而造恶业 我现在法师再也不做 这个非常不好的 以前我什么抽烟 大麻将 世间的一些不太好的 恶业的习气 有些人一改变 一改变以后可以 行为上有了他的转变 然后功德也是随着而上来 因此我们《亲友书》 里面所讲的那样 以前真的依靠贪心 嗔心 痴心来 包括杀人 做很多坏事 最后通过好好地忏悔 那么就像是 太阳离开云雾一样 也有获得成就的机会 因此大家在忏悔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对待 好 我们这一瓶吧 也就是说第二瓶已经讲完了 第二瓶里面主要讲 我们七瓶宫里面的 供养之已经讲了 皈依之已经讲了 忏悔之 下一瓶应该从随喜之开始 给大家宣讲 随喜大家的行持善法 这是上下连接文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一起回向功德 预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